到底Mia做了什麼樣的 飲食上的改變 讓她找回了健康 她的秘訣是什麼呢 我們趕快來問問Mia 好不好 我就是根據 因為最早的時候 是有一個My Play的四分法 我就是用那個四分法 再去做不同的 一點點的修改 個人的微調 對 微調 因為那個時候我是有 就是更年期的障礙 那時候大家都會說 你要多補充植物性的蛋白質 所以蛋白質的部分 我就會希望我自己的 植物性的蛋白質是 每一餐是占2分3分 動物性的是3分3分 所以你基本上就是很 My Play就是我的盤子 就假裝你自己食物 放在一個盤子裡面是多少 你很重視的就是蛋白質 尤其你說你的植物性蛋白質 你想從植物性蛋白質裡面 得到雌激素 天然的除雌激素 所以你就把植物性蛋白質 變成3分之2 然後動物性蛋白質變成3分之1 對 好 這是你的蛋白質 對 你以前根本沒有吃到蛋白質 對不對 沒有 他吃到的是那種 就是吸收率很低的 然後有點像垃圾食物的蛋白質 現在非常好 對 然後蛋白質的部分的話 我的就是自己的標準 就是自己的一個手掌 一餐就是自己的手掌 用自己的 因為每個人體型不一樣 所以我都覺得就是用自己的 一個巴掌 對 一個巴掌 厚度就是也是跟手一樣的厚度 所以你說 你講的是植物性或者是魚 對 就是整個這樣子 都可以 對 都可以 然後再來就是 所謂的碳水化合物 就是糖類的部分 是 糖類的部分 因為以前都是吃精緻的東西 是 現在就是改成要吃顴骨跟精類的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蔬菜的部分 因為小時候吃到的蔬菜就是 蛋餅裡面的那個少少的蔥 或者是牛肉麵上面少少的蔥 酸菜 對 酸菜 然後還覺得好健康 或者是乾麵裡面的豆芽菜 我有吃菜 後來才發現其實蔬菜 除了膳食纖維以外 其實很多的維生素礦物質 都是很需要的 所以我就讓自己 就是每一餐 要吃三種不同顏色的 比如說你可以從葉菜類 或是你要從菇類 或是從海藻類都可以 就是盡量搭配三種顏色 我們常常說紅橙 黃綠 紫黑白 就越彩色越好 一整天每一種顏色都給它吃到 然後最後的就是水果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水果多吃多健康 但後來我自己去研究是覺得 任何東西過於不及都不好 那就是適量 那就是一天也是自己的拳頭 但是對很多人來講對不對 光記這個 怎麼變成實際的食物 所以你要做給我們看對不對 對 這是你今天要帶來的 這是什麼 我今天要做一個就是五色的燉飯 對 然後是主要的食材是有糙米 然後還有蕎麥 這兩個就是很好的 主食 對 主食來源 然後這個是非基因改造的黃豆 也是本土種的 OK 所以你就 其實它的蛋白質來源 這樣子已經 也是很多的蛋白質 因為它的蛋白質利用率會提高 因為米裡面沒有的蛋白質 它是骨類跟豆類 兩個叫做蛋白質互補 對 好 趕快來示範 好 然後我們先下一點點的鹿梨油 好 鹿梨油好像郭醫師也很提倡 是不是 只要油的 好的油 我們都喜歡 對 不用太多 好 不用太多 好 接下來呢 大蒜 用杏香料 對 大蒜 然後我們的蔥白 蔥白也下去 對 蔥白下去 好 然後再來就是抹一點薑泥 薑泥 在這邊 來 抹一點薑泥 抹一點薑泥 它剛剛我們提到營養的時候 其實蔬菜水果裡面 植化素也很多 植化素很豐富 對 這也是新發現 能夠幫助我們抗發炎的東西 對 好 接下來呢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 一點點的水 然後一點點的水之後 就是加洋蔥 天保 洋蔥也會炒香 對 我最喜歡洋蔥 洋蔥那個鈣也很多 對 而且洋蔥其實 它還滿耐煮的 它有寡糖的部分 又可以促進腸道滷動 所以其實洋蔥 我覺得它會增加菜養的甜分 對 就取代 有的人喜歡在菜裡面加糖 其實你用一點這個洋蔥 就會增加甜 然後它還有是我們益生菌的 很好的食物 然後洋蔥下之後 再來就是炒菇類 因為菇類 其實它這樣子很香 對 它加了很多蔬菜 不同顏色的 不同顏色 很少人吃到黑色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下那個 紅蘿蔔 然後玉米筍 因為我今天都沒有用椰菜 是為了 因為這個其實很適合一些 上班族帶去公司 你可以自己再去外面 弄一個青菜就夠了 或者我告訴你 我們有教過大家 可以用那個什麼杯 灌沙拉 對 對 灌沙拉 或者是你可以燙 到時候用一個青菜 加一點水就燙就行了 就燙起來 對 就燙起來 一點點水就可以燙起來 然後最後就是把雞肉 我已經聞到香味了 非常的香 而且這個一定很有飽足感 它上次纖維很高 就是整個都是蔬菜 但它不錯 但是還有一點肉 因為那個 都要煎過蛋白質的部分 最後就是把這個蕎麥 然後豆 豆 就是黃豆 然後好香... 這樣子最後就是 這個調味是我在家裡調好 這是什麼東西 這裡面就是白醬油 然後米酒 一點點的味醂 就只有這樣 OK 然後還有水 好 因為就直接加下去 然後加下去之後就直接蓋起來 你用一個快鍋來煮它 對 我用快鍋煮 就直接把它蓋起來 然後這樣子煮多久呢 這樣煮 如果因為快鍋的話 這支快鍋差不多 5分鐘之後就可以熄火 真的 對 它就讓它燜熟 燜熟 燜多久 因為它卸壓法會卸下來 其實這個做法電鍋也可以做 OK 大同電鍋也可以做 外鍋要放幾杯水 外鍋的話就是 如果你裡面是三杯的米量 你外鍋就是一杯半就好 一杯半就好 對 因為洋蔥那些都會出水 對 好 我們現在把我們稍早做好的 拿出來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 做好的就是這個樣子 這好可口 顏色好看 而且還溫熱的 好 我們現在就回去 請兩位帥哥一起品嘗 然後大家繼續來討論 怎麼樣青春有助 好 我們現在手邊 都有剛剛Mia親手做的 這個黃豆糙米五色燉飯 好香 聞起來很香 吃 嘗嘗看 我很難 其實那個黃豆也很爛 我覺得滿好吃的 我覺得很好吃 而且這個應該很有飽足感 對 而且做起來 我覺得很簡單 然後也可以避免外食對不對 因為外食就剛剛講到 你不知道它到底加了什麼油 你不曉得它的佐料 或者它的材料是什麼 所以這個是比較健康的 不過以你來講 你對這個試分法的看法怎麼樣 我覺得這試分法說實在 在外食怎麼樣實踐 外食的人他第一個 他可能要分辨 這試分法這四種食物 比如說今天可能 你要先學會 你要先學會食物的分類 這最簡單 不過食物分類還好 只要不要把玉米 搞成是蔬菜就好了 對 就是會有這個 南瓜也很多人搞成是蔬菜 對 其實它是主食 它是主食的部分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倒是簡單教我們學員 一個方式 然後至少你要把蔬菜 跟水果的量補足 就是至少你的蔬菜的量 就是說你至少要吃到 不管你這邊吃了多少 你蔬菜和水果 然後第一口一定 第一口跟第一個順序一定吃蔬菜 為什麼 因為當你蔬菜吃得多 就算你蛋白質跟澱粉 真的比你預期中得多 你也不會吃到這麼多 對 所以其實到最後就是教這一招 我們都是奉行者 但是現在也有一種理論 是要先吃一口大肥肉的 那個是在做 另外一種有吃嗎 我們待會再來討論 好 來 美娅 如果你外食的話 你不可能天天煮 萬一你要外食 你會怎麼選 譬如說像早餐店的部分 現在這種三明治其實它是已經做好的 它是放在櫃台 大家就是拿了就走 其實這個的重點在於就是說 它放在那邊 其實你就沒有機會再調整了 所以如果是這個部分 我寧願會用選擇現做的 就是請老闆現做 不要抹美乃滋 裡面的部分就譬如說 夾工品不要用火腿 培根 這種不要用 盡量選圓形態的 至少它可以煎個蛋什麼的 煎個玉米 蛋 吐司 至少吃到一點點的全骨根莖都好 其實Mia這個我分享 我昨天我們學員 她兩個月減了3.5公斤 然後她早餐她就改了這一個 她說她就是點現做 然後她只有改一個 就是早餐不加醬 她所有的醬都不加 不加美乃滋 不加美乃滋 不加醬 不加醬油 不加什麼辣椒 什麼 她都不加了 她發現說奇怪 這樣子 怎麼感覺早上吃起來 覺得很清爽 而且它也有飽足感 她說她只改變這一個 而且體重降了 對 體重降了 可是那些是不必要的 而且那個其實增加 我們身體很多的負擔 還有接下來呢 然後再來就譬如說 像喝的部分 像這一杯他們準備的是 有糖的豆漿 我就是建議不要喝有糖的豆漿 無糖豆漿是比較好的選擇 因為我們今天是要補充 它的優質蛋白質 不是喝多餘的糖分 我跟你講 我自己打更好 對 再來 然後再來就是像這個飯糰的部分 它裡面是說它是包油條 然後菜脯 然後還有一個肉鬆 這三個東西其實是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 就是營養價值不是很高 但是熱量很高對不對 你裡面一個個大比吃差不多 它這個熱量很高 差不多快到兩碗飯 大概是500多大卡左右 對 我們算過 然後重點不是熱量 它重點是裡面的油脂比例超高 超過30%以上 因為它用油條的部分 油條的炸 油都已經 因為高溫都已經是變性了 對 所以是劣質的油 劣質的油 劣質的油 像這個就會請它 看可不可以改成紫米 雖然它比例不會很高 但是至少會比白糯米好 而且頻率降低 對 就是說你可能 不要天天吃 兩個禮拜吃一次這樣子 偶爾吃 我要說一下 我吃紫米飯糰 我自己吃了7年 連續吃7年 可是我忘記裡面有肉鬆 肉鬆絕對不能吃 但是致癌物 對 而且大腸癌第一級的致癌物 對 所以那個不能用 所以我從來都不吃肉鬆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像饅頭的部分 因為這裡就是白的是精緻的 那就可以換成是無骨的 或者是全麥的 我的習慣是我會準備那種 沒有調味的燕麥 無糖的 我早上的豆漿 我就會加燕麥下去 去補足的我的全骨跟筋類 精緻的我就可以把它的量減少 這樣子 對 然後像這個 這個現在就不敢吃了 絕對不會再吃了 對 然後就水果的部分就是 因為其實現在便衣三年都有賣 或者是比較勤勞一點 都會自己帶 然後帶出門 就是隨時做補充這樣 所以蕭醫師 怎麼樣吃可以讓我們 長保青春 讓我們的更年期越晚越好 所以我們剛剛除了說 營養 運動 睡眠壓力之外 真的必要的話就是補充一些 真的能夠長保青春的食物 我倒是提醒兩個 我們在門診常常會建議的 第一個是無糖豆漿 就是剛剛蜜亞喝的 記得是無糖 無糖豆漿 一天喝一份到兩份 就是240到480 這個我想是OK的 第二個是山藥 這我也常吃 山藥裡面有DHEA 我想那個是荷爾蒙的前驅物質 對於更年期前的那些症狀 事實上會有緩解的效果 我就發現我吃很多 含有植物雌激素的東西 像剛剛你提到的山藥 對 這裡就有山藥 像其實洋蔥裡面也有 然後我小麥吃的比較少 然後黑豆裡面也有 所以就可以幫助我們 其實很多 像芝麻 四季豆 蓮藕 是多少 豆類還是稍微量會比較足夠一點 對 豆類很多 所以黃豆 毛豆都是我們講 大豆三兄弟都可以吃一吃 它就可以減緩 你性荷爾蒙不穩定 引起的潮紅 心肌 倒汗 也可以減少心血管疾病 也可以減少失眠 我覺得我的失眠也比較少 是 沒錯 補充了這個以後 確實會改善 對 它就是天然的 對 它是前驅物質補充進去 然後我們人體自己製造出來 對 所以就是很天然 對 沒錯 另外就是我覺得 B群的食物也很重要 因為其實你在製造荷爾蒙的時候 你需要有一些腐媒 腐媒就是來自於蔬菜水果裡面的B群 還有它的礦物質 這樣才能夠去合成 要不然你自己要製造的時候 你腐媒不夠就不行 也不行 對 所以它就是 可以改善我們的神經功能失調 改善頭暈 耳鳴 失眠 健忘 汗多 剛剛講汗多 心悸 有很多 女生會心悸吧 所以 交感神經太興奮 對 交感太興奮 對 就是醫生說你已經火都要 水都燒乾了 那個火還很旺 所以多吃點青菜 像剛剛米亞的玉米 我們的糙米 水果 香菇 這些都不錯 其實B群的東西很多 另外就是讓我們安神也很重要 可以減少焦慮 像什麼綠豆 紅棗 銀耳 蓮子 這些也滿好的 也有中醫講的養皮 對 其實你發現這邊大部分 跟中醫對論的話 它大部分都碳水化合物的東西 它會讓我們的血清素 可能增加讓你有點放鬆 讓你比較好入睡 所以確實還是有相呼應的地方 對 像百合也是 他們就睡前很好 紅棗就是安神 所以我覺得吃對食物 真的可以讓我們改善一下 不只改善健康 也延緩更年期 把我們的卵巢養好一點 雌激素多一點 男生就說搞固酮多一點 對 不像男人 對 這樣子大家都可以 就比較青春 好 待會我們還要再探討一種飲食 這種飲食有很多不同的辯論 有人認為它可以抗癌 但是也有人認為它風險很高 到底是什麼飲食呢 待會我們繼續討論